明明已經九月份了 但這天氣還真是熱到不行 限制就在這個月一後 新北市三峽還出現了四十度以上的高溫 原來就是受到太平洋 勾壓的影響 今年可以說是史上第二暖年 也導致熱傷害人數比去年要多 艷陽高照路人一個個滿頭大汗 只想躲進室內吹冷氣 天氣熱道路上走個五分鐘 就汗流浹背 北部三號高溫三十六到三十八度 三峽一號中午更是達到四十點六度 連日炎熱難耐 進入九月不過走在路上 還是熱到又撐傘 但是你知道嗎 今年的平均氣溫是史上第二暖的 今年一月到八月平均氣溫二十四點八度 創下全臺七十三年以來史上第二暖 七八月剩下更平均達到二九點四度 衛福部也統計今年夏天全臺有兩千六百六十七人 因為熱傷害就一比去年整整多了四成 的確可能是因為這個太平洋高壓 勢力稍微比較強的關係 所以說整個讓我們台灣地區的 這個平均的氣溫都比較高一點 今年一到八月的話 台灣地區的平均溫度大概是二十四點八度 那跟這個氣候值二十四度比起來的話 的確是稍微的比較高一點的 專家指出今年高溫炎熱 和太平洋高壓比較強有關 不過最近還有颱風要注意 摩羯路進大轉彎不來台 只有外圍環流 週三週四會影響天氣狀況 東半部會有短暫陣雨 而太平洋下週熱帶擾動還是很活躍 可能再有一個颱風行程 上預報來說下一半是有颱風要生成 並且靠近我們台灣附近的趨勢 但目前只是一團這個消耗漲漲的 熱帶的擾動而已 如果下個颱風真的行程 依照歐洲模式預估有機會來到台灣 但目前變數還很大仍然在密切觀察中 記者夜宣節王家次英台報導